郭力士 你也有太太 你就有四百十四億 一樣 你叫太太別說 簽那個協議 太太講出去 你會告他嗎 我是不會告 因為畢竟還要繼續走下去 你告了 那這個等於 你就說這個婚姻不要的意思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當事人 他是最後面 婚姻還能不能走下去 因為趁這個機會讓太太去關 你就不要拐 我說服了 是不會啦 是不會 我覺得既然就是夫妻 我們當然是有福共享 同當 所以我是不會說他違反了秘密 我就還去告他 其實搞不好一開始 也不會真的要簽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心理上 就是任何人遇到這個事情 你很難不講出去 剛剛最近有個朋友 他買房子 第一時間跟他說 郭律 我買新房子 我買在哪裡哪裡哪裡 那當然別 就是想 別說買房子 有人買車就去電 對不對 對啊 你想要常住這個四百多億 但是你會買個車 買個房子 別人就開始說 你怎麼最近那麼好 可以換車 換房子 你講一講 你就可能講 其實我怎麼樣怎麼樣 你不能講說老闆給你薪水 給你年終 你可以買房子 不大可能 所以人之常情 這個是人的本性 一定會想要講出去 我自從買個新錶以後 手我覺得好痠喔 這一次錶好重 真討厭 不過總是知道時間比較好 你幫我看一下現在幾點 本來買好錶 就有人撞不住對不對 對不對 都會電 朋友跟店員說 我最近阿嬤穿很不舒服 去看 去看滾頭師傅 你怎麼樣 他就說沒有 我就掛這條金盤 你負心擋 金盤也就電了 對不對 買新王子嘛 對不對 藏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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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難了 所以這個協議要簽嗎 當伴侶這樣要求的時候 如果是我 我是還是會簽 如果太太要求 她中 她要求我簽 我是會簽 但是不保證 不小心洩漏出去 因為這個是比較喜悅的事情 那可能 你如果真的 你真的 我要講實在話 這我判斷 九成的人都守不住 很難 真的很難 很難 最後你判有罪 你要賠錢 你抓到關 你媽媽還沒去看 不會啦 這個洩密 應該不至於到要關 可能要賠一點錢 但是趁他告我之前 能撈就撈 多賺一點回來啦 這樣子 對啊 鐵哥 你怎麼守得住 我應該是守不住啦 守不住 對 但是我 我會把 如果你有四百一十四億 你生活會有什麼改變 我會先冠名新聞 冠名 我應該是會守不住 但是我應該會把這筆錢 好好的做規劃 然後我會給我周遭的親朋好友 會給 因為你四百一十四億 其實說實話你用不到這麼多 那你何不把這些錢拿來幫助一些 需要幫助的人 你反正就是一人得到 全家得到嘛 就是所有的親朋好友 每個人我都會可以 我會記得你有一個姊姊 什麼金正妹 你給他多少 如果是四百一十四億的話 我會給他十四億 等一下 我可以來得及 請你做我的乾弟弟嗎 這個都不會有啦 讓他再現實 沒了 也不會給太多 就是給尾數 尾數算不錯 十四億算 真公開 不過老實講 我想請教一下 翠芬 就什麼樣的人 是守不住秘密的人 Tech 我不好意思 Tech可能會有一點守不住秘密 因為他是一個很愛分享的人 通常第一個會守不住秘密的人 通常都是比較愛分享 愛聊天 愛講話的 那這種是因為他有表達的慾望 所以如果表達的慾望 你要他去壓抑 不要講 光是耗準的量就很大 一直跟自己說 不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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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心理壓力上 真的很大 然後會覺得那個情緒很被壓抑 所以像他的話 最後他可能會精疲力竭 而為了保守這個秘密 有可能Tech會罹患憂鬱症 因為他太被壓抑了 所以他有可能為了去紓解 無意間就把這個秘密講出去了 然後心裡才能夠覺得舒坦一下 那有些時候 我們聊天講話 是沒有經過大腦的 所以有些時候 你真的沒有要把這個秘密講出去 就不小心講了 然後Tech可能會說 不好意思 我說溜嘴了 翠芬 你不要告訴別人 我跟你講 我之後會這樣子 我跟你說 記住不要跟別人說 你如果跟別人說 不能跟別人說 是我記住不要跟別人說 我就會用這種方式 這節目很難打字 翠芬之前有同事說 就是用套話的時候 把人家秘密套出來 對 如果說很容易被套話 也比較藏不住秘密 那因為像套話的人呢 通常譬如說他會套你的話 他通常都會先觀察你 有哪些個性 有哪些行為 然後會覺得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之前就有遇過一個同事 他被套話就是 最愛被套就是薪水 那有一個同事很想知道 我們全辦公室的人薪水有多少 然後他就會把他猜測 小芬可能加薪了 他就變成已經知道事實 他不是問他說 小芬 老闆是不是有給你加薪 他問的是說老闆這次給你加了多少薪 我已經知道了 對 我已經知道你被加薪了 那你加多少薪 那小芬很害怕 很緊張 他就說沒多少啦 那就確定你已經被加薪了 那既然這樣子 你就說嘛 你到底被加多少 五百 以前或五千 一萬 他就會再套 他已經好像被我知道 你一定被套 你一定被加一萬塊 他說沒有那麼多啦 只有加五千 類似像這樣子 他就是把他變成一個具體的事實 他不斷套 然後結果小芬呢 就被罵到不行 因為後來他就被人之約談了 人之又跟他說 小芬 我們已經有說過 薪水是保密的 是不能講出去的 你怎麼可以講出去 對 然後他說我沒有講 他說明明就是你講的 但他是被套化的 那像很多時候 我覺得在職場有些時候 會有這種套化 一個不小心就會把秘密講出去 這會造成紛爭 會啊 老闆你為什麼幫他加薪 沒有幫我加薪 對 然後整個 我記得那個時候 整個公司都暴動了 暴動大家都會覺得 為什麼只有他可以加薪 而且他那麼資淺 為什麼只有加他的薪 沒有加別人的薪 就整個暴動 所以真的還蠻小心的 那請教顧律師 像臺灣夫妻之間簽協議的多嗎 其實簽保密協議 其實是這樣 沒有那麼多人中這種四百多億 多半會簽保密協定是什麼 有不名譽的事情 叫對方不要講出去 那通常是這樣 就是說 先生或者是太太 有一方有外遇 被抓到了 那可能就簽個離婚協議書 離婚協議書裡面就會講說 好啦 那我的錯啦 我賠你多少錢 我們就有個案子是這樣 先生呢 他有外遇 被太太抓到 那太太當然就很生氣 因為當場就抓小站在旁邊 然後就說你們這樣通天 對不起我這樣 然後就現場就簽協議書 要離婚 而且先生要賠一百五 先生就說好 那我賠就離婚 那我現在給你五十 剩下一百我們分期付款 好不好 那太太說好 那就離婚 那付了五十萬 後面的每個月付三萬塊給太太 付了幾期之後呢 那個先生的爸爸就來問說 你怎麼跟太太離婚了 發生什麼事情 這不是保密 那先生就說 爸爸你怎麼知道 你看 你太太 拿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說你們離婚了 你這個兔宅 你到底做了什麼好事 就開始罵他兒子 你怎麼對不起這個媳婦 怎樣怎樣 怎麼做這個事情 現在就是知道會發生這個事情 就是說 那我要是外遇 那我也是跟我太太的事情 我不想要讓家裡人擔心 或是知道又責罵我什麼的話 我也把它處理好 那總而言之 他就說 太太你這樣子很不厚道 我們有簽保密協議的 你怎麼還跟我爸爸講 這件事情 然後就告他 因為他們違約金寫多少 寫一百萬 馬上告到法院去 他還就說 不是 法官 那個我會跟他爸爸講是怎麼樣 所以他爸爸一直問我說 你們為什麼離婚 所以我就只好跟他講真相 就你兒子對不起我嘛 他要賠我錢 而且你兒子還死角 說好三萬塊 都不按死角 那爸爸怎麼知道媳婦離婚 因為媳婦其實是有跟先生的妹妹講 說我跟你哥哥就最近已經 所以他還是去講 他嘴巴上有講 當然他已經否認嘛 是先生是看到爸爸的那個照片 訊息照片才去告 所以妹妹是口頭上去講 然後妹妹有跟爸爸講說 那個那個哥哥離婚了 所以爸爸才一直來追問這個事情 所以所以這個太太就丟了訊息說 來就是你兒子對不起我 那個這個照片就出去 所以所以呢 這個太太就跟跟法官講說 是因為爸爸一直問我啊 我不是故意要洩密的啊 法官問說 你講離婚 你就講離婚協議 你幹嘛把整個協議書丟出去 這不是有講清楚呢 說你不可以這個把這個這個 離婚協議書全部丟出去 這違反這個 後來呢 後來是這樣 法官是說 你這個還是違反保密的協議 要賠錢 但是違約金一百萬是有比較高一點 最後面還是判說 這個太太要賠二十萬 因為我覺得他的困難在哪裡 他的困難就是說 太太已經離婚了 那離婚他就自由生 自由生以後 他可能不跟先生住了 對 那家人怎麼可能不知道 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有小孩 小孩不是也會講 對不對 第三個是 如果這個太太又去交男朋友 很怪啊 對不對 大家也會知道啊 那你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對不對 其實保密協議 通常我們實務上都認為說 那個比較均值條款 為什麼 因為這個要保密的事情 有時候不是只有當事人知道 像我們還有個案子這樣 等一下說好不好 好 來 先休息一下